要说当今联盟最具统治力的球队是哪个?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,肯定是四年三度总冠军的勇士队了吧。 但是放眼NBA整个历史,勇士队杀入总决赛的次数有几次,联盟排名第一的球队是哪个? 七世队又有几次杀入总决赛呢?大家知道吗? TOP3,勇士乐队,1946年成立,1949年加入NBA,十次杀入了NBA的总决赛,并且摘下了六个NBA的总冠军。 至于要说最辉煌的时刻,那肯定是现在了,四年三度总冠军,联盟哪个球队感受不服? 当然勇士队球员和球迷最大感谢的,还是他们的管理层,真的很会经营。 而且选秀和交易的眼光也是非常毒烂。 TOP2,凯尔特人队,1947年成立,1949年加入NBA,21次杀入NBA总决赛,17次摘下总冠军。 至于要说最辉煌的时刻,就得追溯到1959到1966三季了,那时候在红衣主教和指环王的带领下,他们拿到了史无前例的八连管。 这样彪悍的战绩,一百年内都未必有球队能够打破,当然凯尔特人队,现在也没有没落。 在张黄走人后,绿军基本上锁定了东部霸主的位置,而且他们队里还拥有上帅和一帮强力小将,联盟的未来,很可能是属于绿军的。 至于有势队的话,因为有奢侈税的限制,这样的超豪华阵容,谁知道能够保留几个赛季。 TOP 1,胡人队,1948加入NBA,31次杀入NBA的总决赛,16次获得了NBA的总冠军。 胡人队先有天沟,后有魔术师,接着又有了奥尼尔和科比的OK组合。 现在,又有詹姆斯,可以说一路上基本都有巨星相伴。 至于能不能够再创辉煌,从目前的联盟形势来看,哪怕詹黄加盟,短期之内,想要争滚还是有点困难的。 因为勇士队的五巨头,实在是个无解的存在。 勇士队,1970年加入NBA,勇士杀入NBA的总决赛,依次获得总冠军。 勇士队因为成立时间和那些老牌强的相比有所差距,所以进入总决赛的次数比较少,也是非常正常的。 至于未来的话,因为勇士队的离队,导致他们的实力严重受损。 下个赛季想要杀入总决赛,就没那么容易了。 另外还有一件非常好奇的事情,勇士队失去了占孔。 泰伦卢下赛季会采用什么样的新战术。